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曾经在刀立天宫中 为已经升天的母亲 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部经讲述了地藏菩萨 生生世世救度母亲的孝心故事 和感人大愿 也特别讲述了地藏经 和地藏菩萨的非凡利益 我今天在刀立天宫 征阳赞叹地藏菩萨 在人天道中所行利益大众的事 是不可思议的事 超入圣音的事 能正到实地果位的事 是毕竟不退无上正等正觉 成佛的事啊 世尊 地藏菩萨 慈悲怜悯 一切受苦众生 在千万亿世界 画出千万亿身形 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 都在一口同声 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 和不可思议的神力 就是叫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诸佛都来说他的功德 也不能说尽 承蒙世尊 向大众宣告 要称扬地藏菩萨的利益 唯愿世尊 为现在 未来 一切众生 宣说地藏菩萨 不可思议的事迹 领天龙八部 能懂得 瞻望礼拜 获得福利 观世音啊 你和苏婆世界 有很大的因缘 若天人 若隆重 若男 若女 若神 若鬼 乃至六道众生 听到你的名号 或见了你的形象 有恋慕赞叹你的 他们对于佛法的无上道 毕地不会退转 还可长生人天道中 受大安乐 因果成熟时 将会遇佛受寂 以今天这样 慈悲怜悯众生 即天龙八部 现在就依你的请求 宣说地藏菩萨 不可思议的利益之事 未来 现在 诸世界中的天人 天赋 想尽了 就会出现五种衰败的现象 有的甚至堵落到 这样的天人 无论蓝蕴 出现衰向之时 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或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能够去瞻望礼拜 就能增加天赋 不但不度恶道 反而受大快乐 永远也不会 过到三恶道人受罪 一战一礼 就可以转报 何况见闻地藏菩萨后 用种种香花 衣服 饮食 珍贵的玩具 宝贝 英诺 取布施 供养呢 所以得到的功德福利 是无量无边的 倘若未来现在 诸世界中的六道众生 灵命中时 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只要有一声 听到耳朵里去 就可以不经历 三恶道的苦楚 听到一声 就得神秘 何况灵命中时 父母眷属 把此人的屋宅 财物 宝贝 衣服 卖掉 去速化地藏菩萨形象呢 假使此病人为死之时 亲自眼界偶能 家人将他的田宅宝贝卖掉 为他去速化地藏菩萨形象 若此人 夜报该生重病的 以塑像的功德 立刻消除夜报 并自然全力 还可增加胜利 若此病人 灵以终往 本有罪障 该得悟到的 以塑像的功德 死后 可以超生天上 受大患的 一切罪障 都可消灭 倘若有人 在婴儿或十岁之前 就亡师的父母兄弟 长大后四一家人 希望了知 他们转生何方 此人若能速化地藏菩萨形象 乃至听到菩萨名号 一会儿瞻忘 一会儿礼拜 这样一日到七日 始终发心期望 从此往后 只要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遇见地藏菩萨形象 就能瞻理共养 此人以此的假决 若因再生恶业 度于恶道 受着亿万年的痛苦 承蒙他的孩子 或兄弟姐妹 速化地藏菩萨形象 即占领的功德 就可以解脱恶道 往生人天 受大快乐 此人家眷 若是本有福德 转生人天 承蒙此功德 更增天事 受无量安慰 此人更能在三日或是七日中 一心瞻理地藏菩萨形象 念名号满一万遍 可以得到菩萨 现处无边身形 具体告知 家眷所